很多人做红烧排骨的时候喜欢先焯水 去除里面的血腥味 但是那样做出来又柴又硬 还晒牙 今天教你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而且更加的好吃又简单 先用排骨里面加点食盐喝料酒 然后用手抓拌一下去除里面的血腥味 加入清水给它抓起一下 你们可以试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非常的鲜嫩 而且不会发柴 洗干净的排骨给它挤干水分放入锅中 加入几片生姜边炒一下去除里面的毛腥味 不要炒的时间过长 炒到排骨表面微于发黄就可以了 如果把排骨水分炒的太干 肉质会变硬 从影响口感 从锅边淋入少许高度白酒和陈醋 这样能瞬间激发出一种浓郁的肉香味 白酒和陈醋能起到增香解腻的作用 好吃的重点是加入这一包红烧料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不需要自己去炒糖色了 火候帐温不好炒出来还会发苦 上色之后记得一定要加入开水 不然做出来又柴又硬一点都不好吃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大火收下只即可装盘 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美味鸡成 这样做的红烧排骨软然肉味 鲜嫩多这个不柴 真的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再压试试吧